我熟悉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 最近看到我比较关心我 第一季的温柔语是 我当时都叫我郑老师或者郑地乔 你最近怎么越来越瘦了 确实是越来越瘦了 那感谢主 去年三月在各位弟兄姊妹报告 我差一点在半夜心机梗散 主给我呢 多了一年多 很感谢主 外面的心体虽然毁坏 我们里面的灵切日日甘心 我们今天东西要展览的还是 替我行弟兄 写的诗歌 我之前有介绍过 一共写了大概70首的诗歌 其中有13首被翻译成为中文 其中的12首列在古通人的诗歌 那我今天还是要重述 比较新的故事 他本来是一个 记恨基督徒的人 那为什么 道哥又信主却通通一直在写 赞美的诗歌呢 你要知道他写的诗歌多美 跟他们大声 到了 到后来有一个弟兄 在那边实在变不过他 只丢下一句话 比赛西先生 麻烦你回去 读一下 不唱帝教 看看那一首 诗歌 诗歌 第一章十二节 十一节跟十二节 十一节跟十二节 那一天回到家 他补了这两节 写天节以后 就跪在神面前 痛苦流涕的后围 感谢主 从此他就 信入了我们的主 阿妹 不仅信入了我们的主 还把他音乐的听闻呢 换在带领弟兄姊妹唱诗歌 阿妹 不仅唱诗歌 还写下了 那么多优美的诗歌 阿妹 那我们今天要展览的就是 古通文三百三十九 主保守我心 阿妹 иц七笏 如果你飓便 我情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的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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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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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